现在当我们继续讲我们的真理很重要的心理 我们的参考主是说 当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长且重要的叙述时 这是早期教会历史上非常关键的时期 它真的读起来或感觉起来 甚至看起来就像是你在电视或者网飞上看的联系剧 我们会像其他非常好的联系剧那样 在进入当前剧集之前略微回归一下上一届的末尾 我们将回过头看看上周的真理很重要 我们上周就结束在这里 然后保罗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是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哈利路亚 保罗既不听欠我们就住了口 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 这是我们在上周所讨论第21章 那第一部分章节的最后两节经文 正如我们一直在说的 使徒保罗显然是锐意进取的榜样 作为一个执行使命的人 他坚持不懈地追求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使命 他坚持不懈地追求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使命 使徒保罗说 你们要效法我 正如我效法了基督 所以你我将会做得非常好 如果我们从使徒保罗的生命中学习 并遵循他的生活原则和他的生活实践 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我们也将与耶稣对齐 因为他的整个一生真的是耶稣自身生命的回响 现在你我都知道背景了 保罗已经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他说他已经准备好去应对任何事情 并且圣灵多次地警告他 圣灵就向他启示 并向他的弟兄们启示 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威胁和迫害 正在耶路撒冷等待着使徒保罗 但他不能被说服 他将去追求主在他生命中的旨意 那是他真正相信的 你我都需要明白 使徒保罗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永远不会踏足 在他的生活中 他永远不会再有同样的机会 他永远不会再有机会 将上帝放在他心里的话 传达给耶路撒冷的两群非常重要的听众 一群重要的听众是耶稣的跟随者 另一群重要的听众是 那些还没有跟随耶稣的人 保罗知道他只有一次机会 向他们向这两群人传达主 放在他心里的话 只有一次机会 当然在保罗的生命中 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 我们看到了锐意进取 我们看到了为耶稣全力以赴 正如我们上周日所谈论的 今天我们将看到他生命中的另一个层面 那是他关注的焦点 他那圣灵同在 圣灵充满的意识 但我们不仅会看到他关注的焦点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硬币的另外一面 他是他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 保罗所做的一切背后的燃料与火是什么 我们看到他表现出专注 这是真的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 我们会看到保罗心中那奇妙的爱 所以让我们开始吧 但是讲到有一次机会 我能否看到这里所有单身男的手 单身的男士 是的 单身的男人们 请和我一起想象 在你心中 在你脑海中 有这位年轻的女士 你还从来没有机会 和他说话 但你一直在祈祷 出现一个机会 你一直在祈祷 也许这位年轻的女士 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最好的伴侣 你一直在祈祷 有机会面对他 对他说些什么 突然间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 你走进了CCF的大厅 他似乎是凭空出现的 你现在正在和你梦寐以求的 这位年轻女士面对面 你明白吗 你有一次机会 一次交心的机会 年轻的单身男人们 我给你们的建议是 不要使用任何这种话术 比如 你是魔术师吗 因为每当我看着你时 其他的人都消失了 或者 你确定你不累吗 你整天在我脑海里跑来跑去 或者 你的父亲是小偷吗 因为有人从天上偷走了星星 并把他们放在你的眼中 或者 你们正在拍照 你们想用这个吗 告诉你们不要用 最后一个 你的名字是谷歌吗 因为你拥有我一直在搜求的一切 OK 各位 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 请注意 只有一次机会 但让我以更严肃的语气 给大家展示一下 历史上有些人 在情书中所写的内容 向他们深爱的人传达 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的想法 例如 我不仅爱你 没有你 我就不完整 对我来说 你就是生活本身 自你走后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这样 我才能重新开始生活 这是谁写的 已故总统努拉德尼格 写给他记者南希的 还想看下一个吗 不要超小 只要激发灵感就好 几天前我以为我爱你 但自从我上次见到你的后 我对你的爱加重了一千倍 自从我认识你以来 我对你的爱与日俱增 求求你让我看到你的一些缺点 不要那么漂亮 不要那么优雅 不要那么善良 不要那么好 拿破仑波拿巴之约瑟芬 我只想告诉你 我有多爱你 并感谢上帝赐给如此洪福 拥有你作为我的妻子 毫无疑问 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 我仍然会娶你 怎么样 还行吧 顺便说一下 我和我的妻子也要迎来我们的三十五周年纪念日了 但那是在十二月 欢迎大家为我们祈祷 真的 但是请考虑一下 如果你只有一次机会 只有一次机会 与这个地球上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人 交谈 你会说什么 为什么 考虑一下 如果像使徒保罗一样 你意识到你只有一次机会 像这个星球上 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人传达一些话 你会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说这话 有一则古老的贵格和格言说 我行经这事只有一次 因此我一旦我能做的任何善事 或向任何人展示任何善意 现在就让我去做 让我不要推迟或忽视他 因为我不会再次行经这条路 早些时候我告诉过你们 我们将关注使徒保罗生命中的一个方面 那就是他关注的焦点 当你意识到你只有一次机会 去做什么事 你就要专注 你千万不要失去这机会 所以今天的讲道主题是 专注于重要的真理 要聚焦专注于重要的真理 我们之所以说重要的真理 是因为并非所有的真理都生来平等 比方说今天你穿着黑色的裤子 这是真的 假定他就是黑色的 但是我直言 那又怎样 另外一个真相是 有一天你我都会死 这真理是不是比我们的裤子颜色更加重要 当然 因为并非所有的真相都是生来平等的 我说过使徒保罗肯定是专注于重要的真理 但另一方面是什么呢 是什么让他如此的专注 是什么让他如此的用心 是什么让他没有认输立场 而是为耶稣全力以赴 他做了解释 他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意思是不仅仅是他 而是要成为耶稣的追随者 在这世上形式的强烈的动机 还有许多词也是同样的意思 基督的爱 管控 驱使 约束 同管 引导 压制 监管着我们 所以你我需要审视 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所做的事情 将我们的生命与保罗的生命对齐 最终与耶稣自己的生命对齐 所以让我们从上次停下的地方开始 第十五节 过了几日 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顺便说一句 从地形上看 耶路撒冷确实是在上面 当然也有一些属灵上的含义 但确实 无论你在上帝的哪个位置 去耶路撒冷真的是要上行 所以从自明上看 他们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 和我们同去 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 叫我们与他同住 他一名叫拿孙 是塞浦路斯人 正如我们上周所看到的 保罗的朋友们 弟兄姊妹们 很难跟他离别 显然有些人跟他一起去 可能是出于安全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保罗 为耶路撒冷贫困的信徒 带去了可观的经济上的礼物 但我想象我们所有人 指出一些事情 这里说 带我们到一个 久违门徒的家里 他名叫拿孙 是塞浦路斯人 显然拿孙是耶稣的 早期追随者之一 他很可能 实际上经历了五旬节的事件 在逼迫开始之后 他实际上逃到了塞浦路斯 这个地方在使徒行传中有提到 当迫害开始时 这里是早期的基督徒们逃往的地方 很清楚 他是早期的门徒之一 是久违门徒的 奇妙的是 保罗可能会说 哇哦 看这个人 我曾经意图是要杀死这样的人 他们逃跑了 现在我要和他见面 他竟成了我的弟兄 但我希望大家看看 对拿孙的描述 是久违门徒的 我的朋友 你我时不时会听到 有人放弃基督徒所受的恩典 听到人失去了信心 或者背弃了信仰 我登祝我们所有人 都要像拿孙一样 做一个长期忠实的门徒 持守忠心到底 直到我们面对面 见到耶稣 然后这里说 我们到达耶路撒冷后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第二天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这里说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他们 我认为这是显然的 为什么还记得吗 保罗给耶路撒冷贫困的犹太信徒们 带来了经济上的礼物 但远不止如此 我们意识到 这财务上的礼物来自外邦教会 非犹太人 他们改信了基督教 这是一个象征 表明上帝在全地做奇妙的工作 不仅仅是犹太人 因着耶稣基督恩典而得拯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你可能会说居然是外邦教会 为了犹太信徒凑齐了这份礼物 但我想再次回到这句非常简单的话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你们看到了吗 上帝的子民就应该这样互相接待 我想让你们想一想 有没有任何人 特别是主里的家人 甚至是你的亲戚 是你不乐意接待的呢 是你不乐意接待的呢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因为家人之间就是要高高兴兴地互相接待 如果你真的能诚实地想到一个 你不乐意接待的人 我敦促你要思考为什么 我敦促你在祈祷中 把他带到主面前 让他看看你的心 因为上帝的子民乐意彼此接待 大家都跟上了吗 是的 耶稣的弟弟雅各 那时是长老中的领袖 然后这里说 保罗问了他们安 便将上帝用他传教 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 一一地述说了 两件非常重要的事 一是保罗将永远把功劳归于上帝 他永远不会把功劳归给自己 不管上帝做了什么 正如我们在那圣诞中所说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基督 一切都是关于耶稣 因为我需要像保罗一样谨慎的 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绝不要将显然是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通过我们做的事归给我们自己 不能归给我们自己 我们都只是上帝恩典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总是把荣耀归给他 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总是高兴彼此接待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当然不是因行为得救的 正如福音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另一件事是他开始述说上帝所做的事情 我们就应该这样庆祝 我们不只是说一些笼统的事情 上帝做了奇妙的事 耶 每个转变的生命都是一个奇迹 每个转变的生命都证明了上帝话语 与圣灵的恩典 那改变生命的全能 因此在我们的小组中 甚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应该庆祝并数算我们的祝福 就像那首古老的在美诗所说 数算你的祝福一一列举出来 上帝所做的事情一定会让你惊讶 这是保罗的勉励 不仅仅是对他自己的鼓励 也是对他的信徒同伴的鼓励 他想继续与耶路撒冷的信徒们交流 上帝活着 上帝在做工 要坚持不懈 这是值得的 让我跟你们讲 关于弗洛尔的故事 一位女士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 因为她实际上是强奸的后果 她与她母亲及外族父母一起长大的 显然在她的生命中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 她的处境非常的卑微 她开始参加派对 跟朋友们一起出去 在那个年纪 许多人开始做这样的事 她怀孕了 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 娶了她 他们一起生了三个男孩 事情似乎进展顺利 直到有一天 她发现她的丈夫吸毒 从此弗洛尔开始 每天与她的丈夫争吵 他们的婚姻生活 螺旋式的下降 我不知道弗洛尔到底在想什么 但在他生命中的某个时刻 也许还记得那句古老的话吗 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 那就加入他们 这就是他所做的 他和他的丈夫开始一起吸毒 不知不觉 他们不仅仅是使用者 他们成了推动者 成了毒贩 你们知道 这在菲律宾 有多么危险 当你以此为生时 她丈夫被抓到 只是时间问题 她被扔进了监狱 弗洛尔也被抓住了 不久以后 她也被关进了监狱 我不能告诉你们 后来她丈夫怎么样了 但我会告诉你们 后来弗洛尔怎么样了 在监狱里面 弗洛尔 显然有机会 做很多自我反省 他开始寻求上帝 他开始在监狱里 参加圣经学习 有一天 他所在监狱里 启动了一个项目 顺便说一下 他仍然在监狱里面 那个项目称为CPAC 有没有人听说过CPAC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但非常符合圣经的计划 主允许CCF教会 将这个计划介绍给政府 许多其他相信圣经的教会 实际上正在使用这个计划 来接触那些像毒品投降的人 因此当弗洛尔加入了CPAC计划 主改变了他的生命 不是这计划 而是耶稣 今天正如你在这张照片中所看到的 他们的面部做了模糊出入力 他现在是监狱内CPAC计划的 众多志愿者协调员之一 但让我告诉你们另一件事 弗洛尔可能只是二十万参加过 或者正在参加CPAC项目的人之一 他们都不可避免的听到了 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上帝是不是很奇妙 我相信信徒保罗就是这样 讲述上帝正在做的事情 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样 圣经说人们很高兴 让我给你们讲另一个故事 让我给你们讲一个年轻的故事 朱利耶稣是一个非常愤怒的年轻 他长大对他的父亲感到愤怒和苦毒 他年纪轻轻就酗酒吸毒 显然交了一群坏朋友 在某个时候 有人开始邀请他来到CCF 他会拒绝 直到有一天 他终于答应来参加一个青年营会 在那里他听到了天父的爱 讽刺的是 尽管他对自己的父亲 充满了苦毒和憎恨 但他意识到父神是多么的奇妙 神拆遣了他的儿子耶稣 使朱利耶稣有了新的生命 所以那天朱利耶稣将这生命献给了耶稣基督 转变开始发生 长话短说 朱利耶稣对他的家人有了负担 朱利耶稣对年轻人有了负担 今天他正跟家人一起举办查经会 显然他已经和他的父亲和好了 他们彼此相爱 也一起爱耶稣 但朱利耶稣在前一段时间成为了CCF的全职工作人员 他现在正负责马尼拉大都市区某个区域的青年事工 最近朱利耶稣和他的妻子 还有他们的网络门讯 以及义工举办了一次祈祷营会 这次祈祷营会看上去是这样子的 真奇妙 是不是 是的 你们可以为上帝鼓掌 为什么不呢 不要抑制上帝的子民 但是等等 还有更多的 最近这同一群年轻人 义工等等 他们邀请了许多其他的年轻人 来参加Elevate的周年庆 还是在马尼拉都市区的那个区域去办的 有那么多年轻人来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他们听到了耶稣的福音 所以各位 我希望你我都明白 仅仅讲述上帝所做之事 是多么奇妙的经历 因为那是我们活着的目的 帮助人们认识耶稣 并且生命被改变 所以让我们回到这故事 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上帝 正如我们现在所做的 他们对他说 兄台 你看犹太人中 信主的人有多少万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很有意思 一方面他们告诉保罗 保罗在耶路撒冷这里 顺便说一下 一些评论家说当时的人口估计是二十万人 他说 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 意思是他们真的明白福音 他们拥抱这样的事实 就是得救不是靠律法 而是靠恩典 靠着信耶稣 非常的清楚 有些学者说 或者一些评论家说 耶路撒冷有两万到五万名犹太人 已经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相对于总人口而言 这人数挺多的 但与此同时 他们对律法很热心 意思是说 尽管他们意识到救恩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不是靠律法 他们仍然在研习他们的宗教文化传统 就是摩西律法中传统方面 或者礼仪方面 他们从未被告知要停止这些 但很清楚他们明白救恩不是靠律法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就是那些对律法非常热心的犹太信徒们 他们已经被告知 你保罗 你正在教导在外邦中的所有犹太人离弃摩西 告诉他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按照习俗行事 这可怎么办呢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 各位 这种毁掉某人生育的想法 诋毁 流言蜚语 传播假新闻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想象一下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情况下 这已经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些其他的犹太人 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犹太教徒 犹太教徒是这样的犹太人 他们说你不能仅仅靠恩典 因信得救 你必须受割礼 你们可以在加拿大太书当中读到这一点 你们必须受割礼 你们必须做这事做那事 女士们 先生们那是败坏福音 因为当我们在救恩公式中加入任何人类 努力的东西时 那就不再是福音 福音是很清楚的 你得救是本乎恩 也应着信 这不是出于你自己是神的恩赐 不是靠行为 所以没有人可以夸口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你我都知道 这些指控都是不实的 离弃摩西 不行隔离不遵行 这不是真的 你我怎么知道的 让我们回到使徒行书第十六章 保罗来到特毕 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你们知道保罗对上帝 在提摩泰生命中所做事工感到惊奇 他说我想训练这个年轻人 我想指导他 正如我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那样 对吧 我想把我的生命倾注给他 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潜力 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保罗想让这个人和他一起去 他带走了他 并且怎样 给他行了割离 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 他们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 意思是说保罗明白这里面的含义 提摩泰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 但是当然上帝会使用他 他不可避免的会服侍犹太人 这样就叫人无话可说 说 提摩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保罗给他行了割离 为什么 中文一位牧师是这样说保罗的 在基要真理上他是坚定的 但在非基要真理上他是灵活的 在基要真理上他是绝对坚定的 福音就是福音 没有两条福音路线 没有两条福音路线 但在非基要的真理上 他是灵活的 动机是什么呢 是爱 这是为什么这里说 因为在那些地方的犹太人 以免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他们 向福音敞开心扉 我们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 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绊脚石 妨碍他们听到这好消息 你们明白保罗的心吗 他就是这样的 在基要真理上坚定在非基要真理上灵活 我们还能通过哪些方面知道这些指控是错误的 在第十八章中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们 坐船往叙利亚去 摆基拉亚就和他同去 还记得吗 这对夫妻团队 他因为许过怨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 显然这是一个有关拿西尔人的誓言 你们可以在民俗记中读到有关的条例 它涉及暂时的续发 当誓言结束时 有可能是以你为某事而感谢上帝 还是你心中有其他的负担 关键是在那段时间结束时 你就剪头发剃胡须 你会奉献这个 然后你会献动物为绩 我们稍后会讲到 但重点是保罗自己也在做这些事情 保罗自己仍然是一名摩西律法的践行者 如果合宜的话 他仍在践行某些摩西律法中的礼仪和传统 为什么 因为在基要真理上 他是坚定的 在非基要真理上 他是灵活的 所以回到这故事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 这话是谁说的呢 是雅各和长老们对保罗说的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 那么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 同样的誓言 有个哪些人的誓言 你带他们去 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 替他们拿出归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 这样众人就可知道 这是个目标 先前所听见你的事 都是虚的 并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 遵循律法 让我们试者来理解这里面的含义 首先是教会的长老们告诉保罗 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这样告诉保罗 第一 与他们一起行洁净的礼 这是什么意思 保罗记得我们的传统 如果你在外邦地狱上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的传统说 当你进入耶路撒冷时 你必须经过一个洁净的过程 所以保罗你要做这事 你带他们一起去 然后他们说支付他们的费用 这越来越难了呀 支付他们的费用 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之前告诉你们的 在拿下试验结束时的进化过程 意味着你要献祭物 你必须花钱去买献祭的动物 如果你像犹太信徒一样的贫穷 他们也许没有钱 所以保罗你得付钱 你支付他们的费用以表明你的诚意 然后这里说 当他们剃了头 这样众人就可知道 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 这样就没有什么阻碍了 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来说你了 上帝的名就不至于被亵渎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使徒保罗那天心情不好 你们知道他可能会说什么 算了吧 你们怎么竟然敢把这个强加给我 你我已经知道 律法在救恩之上 在救恩之事上一无所成 他会给他们先上一堂神学课 但那不是保罗所做的 事实上 我们可能会认同使徒保罗的态度 他本可以说这些年轻的基督徒呀 他们应该长大了 他们应该丢弃这些事情等等等等 但保罗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再看几节经文 长老说 至于信主的外邦人 我们已经写信拟定 叫他们紧记那寄偶像之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 基本上长老们在说保罗 记得很久以前 我们发出了一封穆罕 当我们得知上帝在外邦人的生命中运行的时候 不仅犹太人 外邦人也在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我们对外邦人说 第一 你们没有义务承袭犹太人的传统 同时他们告诉犹太人 你们没有义务放弃摩西的传统 只要你们明白 救恩不是来自律法 而是因着信 所以他们告诉外邦人 让我们保持简单 这样你们就不会冒犯到你们的犹太弟兄 请不要吃祭祀偶像的肉 或吃带血的肉 或勒死的牲畜 至于奸淫 想都不用想 当然那是在上帝面前是罪 所以这就是这一切背后的经意 在非基要真理上 要灵活 要替其他人着想 所以看看保罗做了什么 于是保罗带的那四个人 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 进了殿 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 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 使徒保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记得之前我们问过 他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说他如此专注于重要的真理 专注于基要真理 不在非基要的事情上分心 但另一面是什么呢 另一面是爱 请看他所说的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侠管 但换句话说 我本可以选择不去做 他们叫我去做的事情 然后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我要多得人 像犹太人 我就做犹太人 意思是我表现得像一个犹太人 不要得犹太人 像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他说仍然参加这些传统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就没人可以说三道四了 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不会拦阻人听闻福音信息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问题 如果你只有一次机会 对这个星球上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人 说话你会说什么 为什么 在使徒保罗的例子中 他给犹太信徒 树立了榜样 他所传达的信息是这样的 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耶稣的追随者 必须相互告诉对方什么 我不是在谈论外面的世界 我是在谈论上帝家里的事 我们浓缩使徒保罗 通过他的榜样 所传达的信息是这样的 我爱你们 让我们专注在机要真理上 那应该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给彼此的信息 我爱你们 没有什么如果但是 我欢欢喜喜地接待你们 但是弟兄姊妹 让我们专注在机要的真理上 有人曾经说过 在机要真理上要合一 在非机要真理上有自由 在一切事情上有人爱 我们如何践行这一点呢 你们知道 在不久以前 几个主日以前 彼得牧师带我们了解了 一些机要真理 和一些非机要的真理 我们来看一下 顺便回顾一下 当我们说机要的真理时 我们的意思是 这些真理值得我们为之现身 你们明白吗 可以为之去死 让我解释一下 我知道我们偶尔会使用这种说法 比如 Binky 你尝过那家餐厅的 意识冰激凌吗 那种意识冰激凌 好吃得要命 对吧 我们漫不经心地使用这种说法 但那不值得为之去世 事实上 如果你吃的太多 你可能会早死 但是当我们说机要的真理 我们可以说为之去世 我们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比方说耶稣是上帝 毫不含糊 毫不含糊 三位一体的真实的存在 当然 圣灵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 那本小册子 圣灵 如果你还没有 我建议你要有一本 我建议你们要在你们的小组中讨论 圣灵的施工或角色 耶稣出生 生活 死了 埋葬了 又复活了 毫不妥协 可以为之去死 旧恩单单本乎 恩因着信 单单在耶稣里 可以为之去死 圣灵的权威 无物 可以为之去死 耶稣会再临 阿们 有任何疑问吗 你们确定他会再临吗 可以为之去死 非基要真理 非基要真理 意味着我们可以辩论 我们可以讨论 比方说 耶稣什么时候再来 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 长老会应该有一个还是多个 神迹其事呢 医治和说方言 敬拜和音乐呢 赞美诗是用当代风格 用不用鼓 敬拜的日子 只能在礼拜天吗 星期六可以吗 星期三晚上呢 离婚和再婚呢 我们的立场如何 洗礼用什么风格 是敬礼还是点水礼 你们明白 点水礼吗 讲到的风格 是解经式的 还是主题式的 外表着装 可以观看什么 不可以观看什么 可以吃什么 这些都是非机要真理 现在让我清楚的解释一下 非机要真理并不意味着 他们完全不重要 不是这样的 他们是重要的 但有另一些更加重要 但是不值得为之去死 比方说离婚和再婚 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吗 当然 现在越来越重要 我们的立场可能跟其他人的立场不一样 这值得去死吗 不值得 但我们可以变 我们可以讨论 所以第一 不是说它不重要 第二 当我们研究这些非机要的真理时 我们总是去查考什么 我们总是去查考圣经 现在信不信 有你 但我知道你们知道这一点 善良 真诚 很有爱心的基督徒们 都可以就某一条非机要真理去查考圣经 在他们查考圣经之后 他们实际上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要记得非机要真理 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的 发生这种情况时 在非机要真理上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我清楚的说明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结论 但我不应该轻视你 我不应该论断你 你不应该看不起我 你不应该论断我 说清楚了吗 因为他们是非机要的真理 当一些基督徒将一些非机要真理 提升到生死攸关的级别时 就会开始出问题 当几乎一切都变成攸关生死时 你真的愿意早死吗 当一切都变成生死攸关时 让我举个例子 关于机要真理与非机要真理 我们的一位牧师非常谦卑地承认 跟我和其他人分享了一些事情 我们的这位牧师能够出国旅行 在旅行中 他能够跟一些教会领袖 与会友相交 他们非常倚重 神迹其事 一致说方言等这类事情 当然他不习惯这个 他不习惯这个 他承认 刚开始他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形成结论 他已经在论断 但上帝责备了他 上帝让他越过这些非本质的东西 看到本质的东西 在跟他交通的这些信徒身上 他看到他们的爱 他看到他们的善良 他们的温柔 他看到了他们火热的传福音 他看到了他们热情的戴门徒 他对自己说 主啊 这些人比我更火热 所以你看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是不是 在基要真理上要坚定 在非基要真理上要灵活 现在在使图保罗 看来什么是最本质 最核心的真理 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那才是最本质 最核心的真理 因为我向你们传讲的 不是第二重要的 或第三重要的 而是第一重要的 我当然说 领受又传给你们 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女士们 先生们 这是值得为这去死的真理 这值得为这去活的 但值得去死的 如果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事情祷告 你们认为这件事 是不是很重要 现在这是耶稣在为此祷告 如果他为什么事情祈祷 那么这件事情一定很重要 我们听到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中祈祷 他在跟父神说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意思是 不仅仅是这些 跟我在一起的门徒 他说 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这些人是谁呢 那些因着使徒们的话 而信耶稣的人 是谁呢 这些人是谁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福音的真理 代代相传 耶稣的祈祷是什么 请记住 如果耶稣为某件事情祈祷 他一定很重要 他的祈祷是什么 是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附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目的是什么 叫世人可以信你拆了我来 你师们 先生们 耶稣的祈祷 是专注于重要的真理 不是关乎整齐化一 而是关乎合一 基督身体的合一 在多样性中 变得更加的明显 当人们看到这一点 多样性中的合一 他们的结论会是什么 耶稣是真的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今天的讲道主题 还记得吗 专注于重要的真理 让我们回到这故事 那七日将完 从亚西亚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耸动众人下手 拿他所要记得 我们正从第一群听众 过多第二群听众 第一群听众 是耶路撒冷的信徒 他告诉他们很多 关于上帝正在做的事情 他们非常受鼓舞 他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对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浪费精力 我会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 我胜负于教会长老的权柄 我会为了基督 而这样做 为了不给福音 设置绊脚石 现在我们要转移到下一群听众 这里说 当他正在做他向长老 承诺过他会做的事情时 这时候有些人看到了他 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耸动了众人 下手拿他 各位 因为我需要明白 这里发生的事情 还记得吗 之前说过 一些解禁家说 耶路撒冷的正常人口 有二十万 差不多是这样 当遇到像五星节 这样的盛宴或节日时 还记得吗 波罗说过 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在五星节前 赶到耶路撒冷 还记得吗 那是他的目标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各地的犹太人 会从城外赶来 有些解禁家说 那二十万的人口 可能会急剧增加到两百万人 对使徒保罗来说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他知道 他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当然会有麻烦 这里说 他们就耸动了众人 下手拿他 想象一下那些联手 对付使徒保罗的人群数量 然后这些人在说什么 以色列人来帮助我们 你们知道 这真的很奇怪 保罗只是一个人 他们不像是需要很多帮助 来打他杀他 对吧 但他们都在说 以色列人来帮助我们 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的 请注意他们的指控 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 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 并这地方就圣殿的 各位 因为我需要意识到 如果我们在使徒保罗的处境里面 我们实际上是势单利孤的 而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现在正用愤怒的眼睛盯着你 木火中烧 当群情激愤之时 然后他们指控他三件事情 非常的严重 第一 说他反对犹太人 当时有多少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我们不知道 但人数非常非常多 然后这里说他教训众人遭遣律法 为什么这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指控 五旬节原本是庆祝收获出赎的果实 但最终在犹太历史的这个阶段 五旬节是为了纪念 上帝将律法赐给摩西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那是五旬节的主题 上帝将律法赐给摩西 在这里他们说 保罗在教训众人违背律法 哇哦 你可以想象这些人开始对保罗有多愤怒 然后他们说 他正在教训众人反对这个地方 就是圣殿 各位 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两个人 被指控说反对圣殿 尸体反是一个 耶稣是另一个 有什么事临到了他们 同样的事情即将发生在使徒保罗身上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紧张的形式 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紧张和危险 还记得吗 他们下手要拿他 这话是因为他们看见 在城里 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你看这真是 你们知道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 你接收到错误的信息 结果你得出错误的结论 人们卷入了分中 并不明白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这甚至不是真的 是的 保罗确实曾经和特罗飞魔在一起 但没有带他进圣殿 这里说何尝都震动 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 拉他出店 店门立刻都关了 为什么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人们如此愤怒 你们看 在圣殿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外院 称作外邦人院 非犹太人可以在那里聚集 外邦人院非常大的地方 但是有一条非常清楚的分界线 当你越过那条线进入 或者靠近圣殿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会被判处死刑 如果你不是犹太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指控 保罗带来一个希腊人 外邦人 一个非犹太人 并在此过程中玷污了圣殿 所以他们纷纷的将这些指控 加在保罗身上 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是 他们一起跑来拿住保罗 拉他出殿 殿门立刻都关了 他们或圣殿守卫 为什么要关门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当场杀死保罗 本来他们可以做到的 他们觉得那是正当的 他们也不想让保罗的血 玷污圣殿 他们正想要杀他 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 耶路撒冷何重都乱了 一个罗马千夫长的手下 有一千个士兵 然后这里说千夫长历史带的兵丁和几个百夫长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个百夫长手下有多少个士兵 我会给你们一个线索 世纪这个词是指多少年 一百年 有多少士兵归一个百夫长管 一百个 这里的文字说 一些士兵和几个百夫长 这里意味着至少有两个 至少两百名士兵 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就写着跑下去到他们那里 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 就止住不打保罗 我可以想象他们将他打了个半死 上帝的时候刚刚好 他让这些千夫长来了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锁链链捆锁 要问他是什么人 做的是什么事 还记得雅加布的预言吗 这条腰带的主人 还记得上周所讲的吗 这条腰带的主人将在耶路撒冷 以这种方式被捆绑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保罗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 甚至是为耶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然后形势更加混乱了 众人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千夫长因为这样乱让得不着实情 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银楼去如此混乱 这千夫长甚至无法了解实情 请再次和我一起想象这是圣殿 挤满了人 所有这些人都对保罗很生气 罗马士兵们从安东尼要塞赶来 他们进了圣殿 他们努力将保罗带出来 然后回到军营 他们把他带上台阶 进入安东尼要塞的兵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 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面 喊着说除掉他 各位你们知道这三个字的严重性吗 除掉他 意思是要除掉他 杀了他 他是个坏消息 我们不想与他任何关系 在那之前几十年 有另一个犹太人 面对着愤怒的人群 差不多是在同一个地方 人群喊的也是 除掉他 你们知道那是谁吗 是耶稣 除掉他 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那一天耶稣做了一个伟大的交换 他替我们众人死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的生命 在这里使徒保罗说 你们要效法我 忠如我 效法基督 他确信他正在回忆 当年耶稣 也听到了相同的话 除掉他 将要带他进营楼 保罗对千夫长说 请看 你们知道 我说过圣灵充满 圣灵同在的意思 他的专注力很惊人 还记得吗 他想对这些 尚未跟随耶稣的 犹太人 说些什么 所以他告诉千夫长什么 要记得他浑身是血 瘀伤 又被捆绑 然后保罗说 我对你说句话 可以不可以 如此彬彬有礼 如此平静 如此泰然 然后千夫长说 哦 你懂得希腊话吗 你莫非是 从前作乱 带领四千凶徒 往旷野去的 那埃及人吗 显然 在历史上 这是可以重视的 有一个埃及恐怖分子 带着一大群人 这里说 四千人 他有个名字 英文中翻译成刺客 所以这个词的首字母 是大写的A 这些人会做什么呢 他们会把匕首 或者小刀 藏在他们斗篷里 他们会 混进人群里面 他们会杀死罗马人 罗马士兵 他们也会杀死那些 他们认为 同情罗马人的犹太人 所以这些人是坏消息 对罗马人和犹太人来说 都是如此 显然这个埃及恐怖分子 策划了这场叛乱 他们被罗马军队击败 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杀 许多人被扶 但那埃及人显然逃脱了 所以这千夫长肯定是在他脑子里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 为什么这群人对这个人如此的生气 很有可能他就是那逃跑的埃及人 但他不是 保罗自己做了解释 我的意思是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当时的情况变得多么暴力 但是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 生在吉利加的大树 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 他的请求是什么 他说了什么 我求你 你们能看到保罗心吗 你们知道他本来可以说 哈利路亚 这是上帝给我的逃生计划 他本来可以这样说的 但是没有 他说求你准我 对百姓说话 千夫长准了 保罗就站在台阶上 保罗站在台阶上 浑身是血和瘀伤又被捆绑 这里说他向百姓白手示意 他们都静默无声 就像现在一样 非常的安静 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停歇 这里说 他们都静默无声 保罗用希伯来话 对他们说 女士们 先生们 那是使徒行传 二十一章的最后一节 请继续关注下一集 真的 那是最后一节 他说了什么 如果你是使徒保罗 你会说什么 你可以随时阅读下一章 我们最终会讲的 但请记住我们的问题 如果你只有一次机会 这个地球上对你最重要的人讲话 你会说什么 以及为什么 在大家都是信徒同工的背景下 回答这个问题时 我们说过 你我应该对彼此说 我爱你 让我们重点关注那些 机要的真理 耶稣的追随者们 必须告诉别人什么呢 让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来结束 一个名叫肯德仁的故事 肯从小就讨厌他的父亲 他觉得自己不被人待见 他觉得父母贫心 他总是将他与他的哥哥姐姐相比较 他总是有些不足 当他们的家庭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 他的父亲让他去工作 即使他还是个学生 让他在他们的家族企业工作 晚上周末都要工作 最终肯成了他们家庭的叛逆者 当他上高中的时候 肯得知有人是枪支供应商 于是他下了订单 要买一只手枪和子弹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 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 当这枪和子弹被交在他手中 他会像网窗一样回家 午饭后他父亲会像网窗一样 躺在沙发上午睡 在那一刻他的计划是 我会开枪打死我父亲 然后我会开枪打死我自己 那是肯德计划 他有这钱买枪 枪即将到手 那时肯上的是一所基督教学校 并非因为他的家人是基督徒 而是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们把他送到了那里 当他正要去取枪和子弹时 他在那所基督教学校里 遇到一位传教的牧师 这位传教的牧师认识肯 他们开始交谈 肯以前听过福音 但出于某种原因 主带领这位传教师牧师 再次向肯分享福音 在那一次 福音在肯的心中生肝发芽 生命的转变开始了 不用说肯从来没有拿那把枪 从来没有射杀他的父亲 但并不是这样简单的 他们的问题持续存在 他们财务上的问题加深了 父亲不得不带着全家人背井离乡 他们不得不搬到巴拉旺 就是在巴拉旺 他们不得不一再搬迁 因为他们处在非常艰难的境遇中 在另一方面肯对这一切感到厌倦 他说我要寻找我的财富 我要完成我的学业 我要找到一份工作 他做到了 不是在巴拉旺 而是这里 在十年之后 那时肯已经加入了这里的一个小组 上帝是他有了罪纠感 上帝说肯 你要跟你父亲和好 我想让你告诉他关于我的事 肯有很多借口 他说上帝 我有三个原因不能做这事 第一我不知道我父亲到底在哪里 我知道他的巴拉旺 巴拉旺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主啊我不能 主妃我确定知道他在哪里 我找不到他 第二我没有钱去找他 第三我的老板不会再给我准嫁 啊哈 你们知道上帝做了什么 第一他的一个兄弟姊妹来找他说 肯我确定知道你爸爸在哪里 OK这是第一机 第二他们门徒一个小组成员说 肯你知道吗 我想去巴拉旺度假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他说我没钱 不用担心 一切费用由我来付 那老板不会给我准嫁 你就试试吧 老板给他准嫁了 2009年1月1日 肯去了巴拉旺 找到了他的父亲 他们相拥而起 但是等一下 还有更多的情节 在肯动身回巴拉旺之前 那个地区的一位牧师正在帮助他父亲修起他的房子 向他父亲分享了福音 他父亲成为了耶稣的追随者 所以在那个重要的时刻 那个父子和解的亲密时刻 他们不仅仅是父子 他们还是基督的兄弟 上帝是不是很神奇 一切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这两个人专注于重要的真理 那位跟肯分享的传教师牧师 那位在巴拉旺跟他父亲分享的牧师 他们花时间聚焦于重要的真理 但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 还记得保罗所说的话吗 基督的爱 管控 趋势 约束 同管 引导 催促 监管着我们 那我们问你们 今天是什么在控制着你的生命 请大家低头 当大家低头的时候 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今天有什么东西在控制着你 你的野心 你需要关注你个人的优先事项 那可能上帝不是为你安排的优先事项 你的野心 你渴望被人接受或钦佩 你渴望向某人证明某种东西 可能是从未相信你的人 如果这就是今天控制你生命的东西 不应该是这些东西 它必须是基督的爱 否则你会朝着你不想去的方向努力 但你今天下午可能在这里 你还没有亲身经历过基督的爱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这里的原因 你是否愿意敞开心扉 在你生命中第一次接受这份爱 只要告诉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 我意识到两千年前 你接受了群众的仇恨和恶毒 他们大声喊着除掉他 你做了那个伟大的交换 因为你替我死了 好使我可以拥有你的生命 所以主耶稣 今天我敞开心扉 我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完全献给你 凭着信心 以全部的谦卑和真诚 我为我一生中所做所有疯狂的事情 以及曾经控制我的所有事情忏悔 现在我请求你耶稣 求你成为我生命的控制者 让你成为我日常生活背后的驱动者 求你成为我活着的理由 让你的爱归动我向前进 帮助我认识你 帮助我成为你 希望我成为的人 天父 我们为你的儿子耶稣感谢你 我们为着使徒保罗而感谢你 我们为着你给我们每一个人计划而感谢你 父啊 请帮助我们专注于最重要的真理 因为那真理确实不是一个想法 那是你的儿子耶稣 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们也是奉他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愿上帝祝福大家